Youtube 校旁邊朋友跟我說 發生了什麼事 有 印象很深刻 我在這裡組裝小車 然後頭痕 然後天氣又跟現在差不多 然後突然間有一位美女 我問你得不得閒啊 我不是好得閒啊 什麼事啊 然後她說你可不可以拍照 我就好啊沒問題 基本上生活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我都為依然做回我的工作 只不過有多了人 會稱讚欣賞和拍照 也不會帶來不便的 有時到7點多 12個小時 香港話說玩法一起呢 就是賺快錢 賺到快錢才是有智慧的人 很多人都這樣想 可是我自問沒這個能力 我覺得那不是長久之道 所以我還是覺得不要放棄原來的工作 而且我想這樣比較的話 我還是對現在的工作比較有實在的感覺 大大小小都有的 但是那些 最恐怖的事就是 在車側門下貨 然後整個人 好像風中飛人一樣反了到難關 太恐怖了 現在回想起來都害怕的 幸好只能弄到腳 其他地方沒事 休了半天 而且不受客挫折 怎樣變得更強 所以這些小小事 沒問題的 哈哈 吃五口 不洗頭 或者爽口 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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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適合 因為很多同行都是這樣 大家有話直說 有什麼會直說 有話直說 有話直說那句 這樣 開心點 自由點 又不用怕自己說錯話 因為大家都可以玩的 很多都可以玩的 說得笑 沒有拖帕 沒有 緣分到就到了 之前幾次都遇人不熟 所以 還是停一下 自己冷靜一下 好些 自己增值好自己 才可以 可以接受 更加好地迎接 緣分 所以 有時候自己挺好的 我明白 做悶運是不可以做盛世的 人都會老 然後 也會有些舊患 都會退化 所以就想增值一下自己 考個車牌 我首先要由棍波4N考起 然後 每隔三年 就考到一個更大的牌 然後 直接考一考一考 希望考到拖頭 不過沒有拖頭也要重型 我覺得 駕駛大架車舒服 看得多些 又有型 收入可以高些 然後 視野可以廣闊些 去樓掌 那幾天 快樂 我現在要選擇 今天 好 很快 如果你 更多